大家好,歡迎收看GTuber 今集和大家過大海,去澳門玩兩天一夜 還會去花火大會看煙花 到底搭輕軌方不方便? 葡萄哪間好味? 想知道漫遊馬膠有什麼玩? 記得看下去吧! 講下搭船的小貼士 雖然已經通關,但船的班次都是比較少 所以,如果想搭船的話 阿豬巴建議大家預先上網買好來回船票 這樣會比較安全 上網買完船票,會E-mail個QR Code給你 來到碼頭,在這部機上就拿到船票了 買來回的話,他會出賣回程那張給你 記得待找吧! 因為今次住的酒店選了在沖仔 所以在沖仔下船 下船後,就搭輕軌去酒店拿房 押出碼頭就已經有指示說你知輕軌站怎麼走 跟著指示下 不用5分鐘就到沖仔碼頭輕軌站吧! 買票先 本身買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怎知道 如果不想像阿豬巴那樣拿東西 記得看到最後 我會告訴大家一些買票的小貼士 買完票就入閘搭車了 要等8分鐘才有車 等車期間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和留言點讚GTuber 多謝! 原來輕軌不是鐵路 是車來的 由兩卡車組成 無人駕駛的 不過車裡面會有職員在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幫忙 都不用拍了 這次住的酒店 在東亞運站附近 搭4個站 不用10分鐘就下車了 不過 澳門輕軌的站其實很近 總站搭到總站的話 全程20分鐘就搞定 澳門輕軌的官網連結 我放在說明欄 有需要的朋友仔 可以去看看 這次住的酒店 是普京人的Live Friends Prescent Casa de Amigo 由輕軌東亞運站走過去大約7分鐘 想知道這間酒店好不好 性價比高不高的話 記得留意下一集的GTuber 在酒店拿完房後 就去觀也街那邊走下吃下東西 首先 去位於地堡街的達永魚刺湯麵 做碗刺 朗一下口 這裡的招牌菜是 魚刺球 魚刺湯麵 魚刺拌飯 地址我放在說明欄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阿豬巴喜歡吃撈麵多些 所以叫了魚刺撈麵 叫多個魚刺球試一下 趁等著食物 就跟大家說說這間店背後的故事 話說 老闆以前是做魚刺海味加工批發的 見到那些酒家 只要非常貴的完整大刺 經常都會留下很多 沒那麼值錢的細刺和邊角材料 老闆不想浪費 又想把這些高級食材 可以用便宜一點的價錢 讓大眾都吃到 所以就創造了魚刺湯麵 這個故事發生在2000年 所以達永魚刺湯麵 已經有20多年歷史了 講完故事就講一下食物了 魚刺撈麵 麵質多彈牙 再加少少辣椒油 正啊 刺的份量都不少 刺本身都是沒什麼味道 吃口感的 蛋糕湯正的 像在吃雞燉刺的味道 至於魚刺球 非常有彈力 感覺像吃鯪魚球 不過裡面有魚刺 阿豬巴幾推薦大家來這裡試試 食物水準OK 價錢不算貴的 服務都挺好的 有種很親切的感覺 吃完刺 就去觀野街看看有什麼吃了 走過見到它超可愛 看看是什麼來的 哦 類似雞蛋仔的東西 香蕉寶寶和黃金蛋 這兩款東西的樣子真是可愛到飽 本來想吃香蕉寶寶 但賣光 那就吃個黃金蛋吧 35元有4個 65元有8個 都不算便宜 裡面是芝士來的 味道OK 但樣子真是超可愛 這間東西叫Lalise 大家可以試試 在觀野街入口左邊第三間巨姬隔離就是了 吃完有趣的東西 就去吃來澳門必吃的葡萄 這間安德魯餅店 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了 出名吃葡萄的 看看要排多久 排了大約20分鐘就買到了 安德魯的葡萄的皮非常脆 口感一流 值得一試 不過11元一個 阿豬巴就覺得稍為貴了些 依然吃開甜食 那就去莫爾記吃過木糠布丁 好久沒吃過木糠布丁了 超好吃 喜歡吃布丁的朋友 絕對不能錯過 33元一杯 真心覺得貴 吃了這麼多東西 口都乾 去世紀咖啡喝杯 1965年開業的世紀咖啡 最出名就是雅煲咖啡 差不多有60年歷史 原來好像鮮奶一瓶 我想熱飲應該不是這樣的 味道跟平常喝的有點不同 有種特別的味 不懂形容 可能是雅煲的味 咖啡味好濃 超好喝 22元一杯 超值 咖啡烘必試 阿豬巴就叫了一杯熱奶茶 滑到不得了 連阿豬巴我平常不喝奶茶的都覺得很好喝 18元一杯 值得喝 吃飽喝醉 就回酒店休息一下 稍後跟大家去花火大會看煙花 晚上來到澳門旅遊塔 今天是初七人一 澳門有煙花看 在哄仔和半島兩岸都看到 因為不想跟人逼 所以就一早上網買了這個花火大會 280元一個 啤酒汽水喝喝 拿完門票和手帶就入場了 一進去就看到有得寫願望牌 不用錢的 因為是某一間銀行搞 不過要在他們的app登記些資料才行 他好可愛呀 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來的呢 除了啤酒汽水喝喝之外 每場還會有其他小食、夜飲和精品賣 還有人唱歌 氣氛幾好 好久沒試過過年看煙花 過年當然要放下煙花 這樣才有氣氛 看完煙花就回酒店睡覺了 來到第二天 在酒店吃完早餐 check out之後 就去威尼斯人那裡看teamlab 排隊買票先 1點前有早場優惠 188元一個人 入場之後 如果需要鎖架放東西 可以去放下 不用錢的 沒聽錯 鎖架是不用錢的 這個服務真心要給他個like teamlab在其他地方都有 例如北京、大阪、新加坡等等 之前都來過香港 不過阿豬巴從來都沒看過 今次看完 確實眼界大開 不同的光影效果 加上很合適的音樂 真的完全令人沉浸在裡面 雖然藝術的東西 阿豬巴連條鐵都不懂 但確實令我很放鬆 有種愉悅的感覺 在這裡打卡拍照 絕對正啦 不過要拍得漂亮 就真是好考技術了 沒看過的朋友仔 阿豬巴極度建議大家來看看 就算已經在其他地方看過的 都不要緊 因為它在不同地方的展示 是不一樣的 阿豬巴下次有機會去到其他地方 有它的話都一定會再去看 看完teamlab 就去馬加烈蛋撻店吃葡撻了 雖然馬加烈的葡撻便宜過安德魯一元 但皮就不夠安德魯脆 所以我個人就喜歡吃安德魯多些 吃完它就來到大三百 來到澳門 怎麼都要來這個地標打卡 個個都說這間榮記牛雜好吃 阿豬巴都試試看 聽到一些剪刀聲當當當的響 馬上讓我想起小時候見到街邊小販的情景 戴個頭盔 阿豬巴一向很少吃牛雜 所以以下說的東西 只是我個人對牛雜的感受 並不是斟著榮記牛雜來說 二人份量賣一百三十元一碗 牛雜來說 阿豬巴就真的不知道算不算貴了 但用一百三十元來吃碗內臟 阿豬巴就覺得好貴了 不過我跟阿豬巴吃完這碗東西之後 就好飽了 至於味道方面 由於阿豬巴一向都不吃牛雜 所以就不評論了 不過牛筋好軟好入味 吃完東西是時候去買手信了 由於時間關係 走過幾間連鎖手信店就算了 特別推薦這兩款東西給大家 第一個是鳳城手信店的野豬肉乾 第二個是英記的老公餅 味道有點像雞仔餅 過開來澳門大家不妨試一下 由於今次來澳門的時候 船的班切比較疏同小 所以賣完手信就是時候回香港了 船衣背後 撤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而後行 澳門輕軌到底方不方便 如果住在桶仔的話 其實OK的 基本上在桶仔的酒店 他都會驚 至於買車票方面 沒有幅幅的話 只能夠去客戶服務那裡買 如果你有澳門通 即是香港的八達通 都用到的 不過記得要有錢在裡面 因為輕軌站是沒得增值的 至於個花火大會 280元一個就有點不值了 雖然飲品飲飲 但飲得多少呢 反而隔離間餐廳 吃完晚飯都是300多元 性價比高很多 不過不用跟人逼著來看煙花 就當是買個享受吧 另外想說一下馬加列蛋撻店買葡撻的情況 人多要排隊很正常 未出爐買完要再排隊等裸撻都很合理 不過沒有清晰指示哪條隊是裸撻 哪條隊是買撻 搞到大家都好混亂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一下 以免令到客人有誤會 今集兩日一夜的漫遊澳門就到這裡 下集會和大家介紹阿豬巴今次住的LiveFans主題酒店 想知道這間酒店值不值得玩的話 就記得留意下集GTuber啦 拜拜